国民党中常会6号决定将有68年历史的黄复兴党部 才并改为退伍军人服务工作委员会 消息曝光就引发了部分党团成员反弹 这项改组是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推动的 学者组成的开放政党实验室 他们也表示说肯定国民党这一次推动组织改造的勇气 也认为说国民党应该在这一届新的中常会当中 进一步来推动改组 将县市长跟国会领袖纳为当然中常委 要打造内造民主的国民党 但是也可以看到反弹的声音甚至传出了黄复兴不满 恐怕会转投给民众党变成白复兴 对此议员钟小平他认为说有两种票是需要注意的 其中一种是55岁以下的退役军官 也就是青壮带 另外一种就是陆配 总数是占黄复兴党员一到两成 这两个族群也是比较容易投给白银的 而民众党除了在这一次进攻 除了支持者之外 也要来看到民众党跟国民党的挖角抢人战 曾经代表民众党第十届还有新北市立委 第四届新北议员的网络红人力久吴达伟 连续两天都现身在新北市议会临时会 他是受到了市议会国民党的党团书记长陈伟杰的邀约 来担任办公室顾问 那他也证实说希望是可以借用Z9在这个媒体跟网络方面的长才 Z9在这个媒体